前面有一個朋友有講到舉止 我先講一下 台灣跟日本並沒有司法附助 我們簽的是備忘錄 備忘錄並沒有強制力 備忘錄只是表示雙方有合作的意願 那之所以定調為備忘錄 是因為我們畢竟兩邊沒有正式的邦交 所以那個時候岸田內閣 在考量這件事情的時候 還是要考慮到中國反應 那但是因為他是公開的 好那這涉及到說 因為他沒有強制力 所以日本要不要協助 必須要靠他們決定 當然他雙邊有沒有一個合作機制 對話的衝口 有 所以接下來就涉及到一個件事情 就是舉止只是被告還沒有被通緝 還沒有被通緝 這是第一個 講官還沒有對他發佈通緝 所以但是還沒有到日方要不要協助的問題 他現在只是被告 所以日本政府這時候不會有進一步的動作 但是你如果發佈通緝了以後 你才能夠透過台日的窗口去請求協助 這程序上是很明確的 日本政府在這方面 你連基本的刑事要件都沒有構成以前 他是不會那個的 好那就是牽著到說舉止 舉止的護照 他的日本簽證是觀光簽證還是留學簽證 因為留學簽證他就會是長期的 那如果當時他是以長期去留學的名義的話 那個簽證不會因為這樣子而改變 那如果是觀光簽證就是三個月 如果你通緝了日本會給你延長嗎 不知道 因為沒有 我跟你講就涉及到台日司法付諸是備忘錄 所以這個東西不要 就是對舉止那件事情 他列委被告跟透過司法付諸 備忘錄的機制要幹嘛 你不要一下子走太快 因為舉止未來還是會不斷的出現在柯文哲案裡面 所以我還是要把這個觀念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舉止列被告是一件事情 我們有一個備忘錄他沒有強制力 這個一定要清清楚 然後所以不要一下子就跑到什麼全世界通緝 那沒這回事 日本政府要不要幫你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誤換舉止 舉止不用誤換他不會回來了 11月初去日本我幫各位找一下去吃